这是总统蔡英文去年底 其实有召开了国安高层会议 明明有提到 中央政府有超征税收4500亿 初步规划运用剩余大约1800亿 会适时的研议跟全民共享的可行性方案 外界当时的解读是有望能够普发现金或是消费券 好但没有想到总统蔡英文元旦的时候表示 钱必须要花在刀口上 因此在党立委立刻痛批了 现在全民共享变成了全民派遣 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也炮轰 他认为这就是所谓典型的欺骗 好总统蔡英文在元旦这一天发表谈话 对于朝野呼吁4500亿元超收税金 必须要还税余迷 他的说法是钱要花在刀口上 好对此阴系立委王美会在脸书发声了 他说请总统体恤一下基层民众生活上的压力 他说呢超征已经是一个事实 在这个农历年关即将要到 人民很需要还税余民 因此他也呼吁必须要普发现金 照顾到全民 好当然现在外界不断说要还税余民 但是蔡英文已经提到了 钱必须要花在刀口上 媒体人逆风的乌鸦说 中油加上了台电总共亏了4600亿 比所谓的超征的还多了100亿 超征4500亿 疑似是骗局一场 因此他支持应该要把这4500亿还给人民 因为如果以台湾的预算规模两兆出头 几千亿的超征成为常态 那么这个部分只说明了一件事 就是政府对于财政的估计 很明显是有问题呀 好当然呢 其实这一回还税余民的声浪一波 接着一波 好当然总统蔡英文昨天的谈话 外界解读了 那么就是不会普发现金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就说 这根本是欺骗其中的环节是大有问题的 防疫特别预算前瞻计划都没有放进去 政府只是账面上好看 结果债留子孙 1800亿全民共享 到底是发放现金还是恩贝券 总统元旦文告是这样说的 民众农历春节前的红包可能要落空了 这话被解读成不会普发现金 这是光是2022年超收税额就高达4500亿 超越大海要还税余民 但这也凸显政府失灵 而过去超收的钱又到哪里去了 而且没把防疫特别预算前瞻计划放进去 这看在柯文哲眼中根本就是欺骗 其中还有部分要拿来贴补 劳建保和电价 所以说认为这是政府的错误政策 那民众多角的税款先去补贴还债 网友开空超收不用还根本变相抢劫 什么都不容易新年第一需 要不要交代一下8000亿的防疫预算 花到哪里去了 所谓的还税余民全民共享 到头来恐怕只剩一场空 记者综合报道 我们来看到去年 其实有超增这个税收有高达4500亿 但是现在我们就发现说 总统蔡英文在昨天提到了 这笔超增的税收有很大一部分 要用来挹注台电补贴电价 换言之民众不但拿不到超增红包 还要为政府错误的能源政策买单 这个部分到底要民众如何谅解呢 中国时报的社论 在今天也有提到这个部分 2022年的税收在政府严重低估之下 超收了4500亿 扣除归属地方政府的700亿元 中央政府还有3800亿必须要处理 总统蔡英文去年底召开了国安会议讨论 做出了四项目标三个面向 还有七项的第一波措施的结论 但是来看到这个结论 除了将临时性规划扭曲为常态性的规划之外 也保留了一张高额的空白支票 可以在适当的时机填上 2024年大选的撒钱方案吗 极有可能会变成所谓的选举大撒币 再度凸显了政府的公余心计 称之为大选特别预算 似乎也并不为过 这是中国时报社论在今天所提到的部分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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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